我们持续来关心到 龚都盟公布了其中成绩单 但却点名到前立法院院长 王金平表现不好看 因为他在成为杨川立委之后 几乎成了隐形人 新国会第一次政党轮替 立委表现外界钟大言等着看 而龚都盟也公布立法院其中成绩单 但当中这位资神立委表现 却似乎不太好看 前院长王金平院长 他的表现是完全没有咨询 当然他在我记得就任的时候就说过了 他的风格就是不咨询 他只缴交书面的资料 但我们所知道的部分 他书面资料也并不是每一次都有缴 曾是八届立院龙头的王金平 就被龚都盟点名成为杨川立委 后几乎成了隐形人 在新会期咨询率创下新高的情况下 王金平咨询数从二月至今竟然还挂龄 更外传当过国会议长的王金平 因为受到礼遇不用咨询的默契 众人皆知 其实那个王院长的确他有那个特殊的身份 也有特殊的资历 所以我们也建议 给予就是苏家群院长给予这个 王金平院长给予一个特殊的位置 就是一个特别的顾问 那可是就建议王金平院长就不要再当立委了 当然他一定会非常称职 直接喊话由王金平改当国会顾问 实在是因为比起新科立委 王院长经验丰富表现却相形失色 因为根据龚都盟统计第九届第一会期 立委议事出席率高达96.4% 咨询率创下同期新高达到79.29% 的确以咨询率来讲是非常的高 他几乎是龚都盟成立以来 这八年多总共看了17个会期来讲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几乎等于是他们的发言是非常的踊跃 那特别是这些新科立委的委员 当然偶有一些咨询 我们认为有插持的一个状况 但我觉得基本上也没有影响 他们在持续的精进做一些讨论 新国会兴起向新科立委积极表现 果然在其中成绩闯关 尽管有不少立委也表示 龚都盟评鉴只是参考 但立院前辈一个不小心 难保不会有天遭到民意反扑